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12芯片使用的7nm工艺 还有一部分基于之前的性能提升 报告指出 由于苹果坚持与台积电合作生产A1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台积电的新工艺有多好 台积电表示 与A11仿生芯片所使用的10nm工艺相比 7nm工艺提供了1.6倍的逻辑密度 20%的速度提升 40%的功耗降低 换句话说 如果苹果的A11仿生芯片使用7nm工艺 它可以小40%左右 实现相同速度所需功率可以小40% 同样的功耗可以实现高如20%的速度 不过 麦克沃德表示 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事实 是A12 是一个更复杂的芯片 而且不太可能对速度产生太大的推动作用 考虑到A11性能的大幅跃升 今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重演 A11对多渐层性能的工作方式进行了重大的架构更改 它引入了新的第二代性能控制器 受此允许两个大核和四个小核同时工作 却对独核性能产生了巨大影响 A12可能有更快的内核 甚至可能更高效的同时使用它们 但它不会有能够同时使用更多内核的优势 因此 麦克沃德预计A12多核性能将其 高25%到30% 其BigBench四跑分可能在13000左右 GPU性能的提升可能会更高 在40%的范围内 但是舞台可能直接转化为游戏性能 麦克沃德预测 尽管苹果会引用更高的数字 但实际性能的提升可能在15%到25%左右 虽然G纳米工艺的理论改进可能会被A12芯片的更大需求所抵消 但有一个好消息是 麦克沃德认为 今年iPhone的待机时间 将比线流iPhoneX更长 比线流iPhoneX更长 中文字幕统筹 由于永远摄决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